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好 你心中在逃避什么黑暗吗 是否渴望有勇气面对它 希望今天3月31日的每日圣言 能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心中的黑暗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玛窦福音》第26章第14至25节 那时候 十二门徒人中之一 名叫尤达斯·伊斯加略的 去见司祭长 说 我把它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 他们约定给他三十块银钱 从此 他便寻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出 无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前来对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在哪里 给你预备吃鱼月节晚餐 耶稣说 你们进城 去见某人 对他说 师父说 我的时候进了 我要与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举行鱼月节 门徒就照耶稣 吩咐他们的 做了 预备了鱼月节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与十二门徒坐席 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非常幽闷 开始各自对他说 主 难道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那同我一起把手 站在盘子里的人 要出卖我 人死固然要按照 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 但是 出卖人死的那人 却是有祸的 那人若是没有生 为他更好 那要出卖他的尤达斯 也开口问耶稣说 拉比 难道是我吗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这个圣周 我们被邀请陪伴耶稣 走他的苦难道路 并透过圣言 反省自己的行为 意识到有时候 我们也在有心无意中 像门徒一样 背叛或离弃了耶稣 福音中 我们看到尤达斯 以三十块银钱背叛了耶稣 三十块银钱值多少 绝对不值得一个良师好友的生命 但是 你我今天又为了什么背叛耶稣呢 为了事业 财富 面子 成功 胜利 而否认耶稣 拒绝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并拒绝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精神 我们可以试着问尤达斯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把耶稣给出卖了 有人推测 他期待耶稣是一个可以从统治者手中 救出以色列的墨西亚 但温柔善良的耶稣 却没有符合他的期待 在失望之际 他出卖了耶稣 希望能把耶稣逼到极限 好激起他对仇人的反抗力 有多少时候 我们也像尤达斯 面对失望 我们渴望改变的是他人 是外在的环境 而不是自己以及自己的心态 想一想 有多少不高兴 多少关系破裂 就是因为 我们无法接受他人 并不能完全符合我的期待 却硬要摆布他 让他顺服自己 尤达斯最终 无法改变耶稣 同样 利用不成熟的手段 想去摆布或改变他人 往往让两者之间的关系 更疏远 更不透明 今天 耶稣虽然看透尤达斯要背叛他 却仍然真诚面对他 向他说话 莫非耶稣想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今天 耶稣也要带领我们坦诚面对自己的黑暗 选择悔改 你愿意吗 请品尝圣言 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你心中哪些地方 害怕被耶稣看到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耶稣都知道 我们心中的黑暗 不要再逃避 或辩解了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请原谅我心中不正直 单纯的地方 让我归向你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让耶稣带领 勇敢地面对心中的黑暗 我们明天再见 也愿意 我愿意 过来自得的人 愿意 祝我愿意 你愿意 请原谅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